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石涛在你的节目当中你好像对现在执政的人有自己的看法 而不像原来的 你如何如何如何 其实常看我节目我自己一直讲得很清楚 我说共产党死定了 共产党一定完蛋 就在我们能够看得着的现实的环境当中 一定完蛋 我也抨击过很多朋友 不能叫抨击了 叫探讨了 这个说抨击这词不好听 很多政论家 媒体人 那包括新闻分析家 就站在共产党万岁的观念上看问题 在探讨啊 社会是不是动荡了 习近平反腐 王岐山反腐会不会获胜啊 触及谁什么利益集团啦 那个利益集团会如何啦 还有的就专门替江泽民卖命的 专门替江泽民卖命的 转了八百圈 就是江泽民万岁 他就差点说出这句话 而他的一切的基础都站在共产党的万岁的基础上 共产党永远不倒的基础上 在做着这样的分析和那样的分析 这是我节目当中明确唾弃的 不接受 人说了不算的 我跟你讲 如果人说了算 今天当中共的体制上来一波干死前头一波 上来一波干死前头一波 哪波不干死谁啊 不干死前头一波啊 有人说抱粗腿 我说你胡说八道 曾庆红那腿不粗 那还叫粗腿吗 那个国家都曾经是他的咧 说抱错了腿了 抱了周永康了 当初周永康掐的胡锦涛 小伯掐的 他连身都坑不出来 那还叫抱粗腿吗 人家是爷 别停留在那样臣服的观念上看问题 当然今天呢 所以这不是抱粗腿的问题 这是天灭中共 共产党亡 亡党的过程 亡党的过程是每一个具体的权利者 具体的利益者 在他自己认为的 选择的 保护自己的路途中 把共产党撕裂了 这是一再我跟大家声明的 什么 那就说你对现在执政者抱有希望 你对共产党抱有希望 你都没听明白我在说啥 最新的一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宋林被抓前曾经给曾庆红打电话求救 具体的文章介绍说 宋林被抓的过程在香港的传媒当中 有很多报道都提到宋林是被抓到深圳 随后被中纪委调查人员带走 那谁把宋林从香港叫到深圳呢 而当时宋林已经身在香港了 在香港相对就比较安全 为什么自投罗网呢 然后他提到说 据内部传出来的消息讲 当时有亲信劝宋林先出去夺夺风头 也有人劝他留在香港静观事态的发展 也有手下建议他好好休息一下 不过宋林自己表示不会有事的 在言谈中透露说 有老常委再三强调自己不会出事 然后他讲 宋林说的老常委是曾庆红 宋林回到香港后 就给当时正住在深圳的曾庆红打了个电话 曾庆红告诉宋林 如果觉得香港不太安全 就来深圳到我这里住几天 消息来源直接向该网站透露说 宋林在给曾庆红打完电话后 就吃了定心丸 当即决定去了深圳 然后他描绘当时的情况 宋林是在4月16号发表了措辞严厉的个人声明 4月17号上午从香港返回深圳 结果在宋林过了边界之后 在海关过境大厅里即刻出现了几个标形大汉 在宋林入境的第一时间把他抓了 爆料了这个人 意思他如果不是宋林身边的人 就是曾庆红身边的人 因为他这个话知道的很细 第一个第二个 宋林的保护伞是曾庆红 你可以这么说 宋林的保护伞是曾庆红 宋林听了曾庆红的话 即刻返回去 所以也就是说 宋林替曾庆红卖过老命 曾庆红说这话 前后一定有着巨大的利益和秘密之间的牵连 才会使得宋林有这么放心 离开相对安全的香港 却返回大陆深圳 住香港不安全 你到深圳住几天 住香港不安全 你到纽约住几天 这听着更安全点 那宋林这件事情 也可以说是曾庆红把宋林卖 可以这么讲 对不对 因为进来就给抓了 也可以说曾庆红的所有的资料 被今天中纪委窃听了 也可以说宋林的所有的身边的人 有着曾庆红的 有着中纪委的眼线 这都可以这么说 这都会可能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那如果宋林 曾庆红把宋林卖了 为了求得自保吗 但是反过来说 宋林信曾庆红的 一定还是那句话 他与曾家有着非常深厚的关系 他才肯跑回去 消息可能是真 消息可能是假 但有一点 石涛说过什么 曾庆红死定 不信走了 今天呢 有一个非常 在海内外引起 相当轰动 或者说被人们知名的一个案子 就是 新疆学者 伊利哈木 那伊利哈木的案子呢 今天据说有了进展 BBC这么报的 伊利哈木分裂国家案 举行停前会议 中国维族经济学者 伊利哈木 涉嫌分裂国家议案 在新疆乌鲁木齐中级法院 举行的停前会议 代表律师 李方平对BBC中文网说 法院履行了承诺 让伊利哈木本人出庭 这个他在推特上都有个交代了 李方平对BBC中文网讲 伊利哈木目前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律师进出看守所 探视当事人 也遭到了严密的调查 而停前会议举行了三个小时 他说法院方面仍需要研究 并没有定出出庭日期 他说估计最快也要在9月下旬开始 电话的另外一边传出了哭声 李方平确认说 伊利哈木的两三名近亲来到法院 但没有获得进入法庭 进行停前会议 而当时载有伊利哈木的警车车队 刚刚从法院驶出 那开往新疆自治区的看守所 在停前的这个会议当中 本来法院是拒绝伊利哈木出庭的 刘晓元律师是伊利哈木的另外一个律师 曾经说过这件事情 他在推特上一直在发出跟踪这个消息 那后来据说争取下来了 所以伊利哈木参加了停前的会议 这个听起来在司法的角度来讲 你听起来就好像有点透明了 如果在9月底之前开庭的话 它对冲的时间是中共四中全会 强调法治社会的时间的前夕 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但是分裂国家罪 这个罪本身 这就是中共共产党 凡是独裁体制都有这东西 以国家的名义 屠杀人 国家是服务于人的 结果以国家的名义去屠杀人 这就是邪恶 前天有一个消息 深圳一个青年 要状告什么 联通啊 是状告哪 告他什么呢 告他封锁了Google 说这个对作为基本人权的角度来讲 这联通是有问题 而当初Google被赶出了中国 来自于李长春 来自于周永康 最高的权力者 在Google网上看到 对自己不利的真实的消息的时候 就把Google干了 窃听风暴当中 我跟大家讲了 你要看到那权力的身影的邪恶 就是文化部长 文化部长可以在柏林的大街上强奸女人 他不叫强奸 那是人家的生活 我今天爷看上你了 你应该高兴 是通理的做法 扼杀人性的做法 是通理的做法 但今天呢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间 这个有趣的时间的变更呢 我觉得作为所有的朋友要看到的一点 就是对人的尊重的一点 扼杀人性的制度 扼杀人性的政党 就是邪恶的 那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